哭过 笑过的留学岁月 您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 背负着家人的期待 远渡重洋 出国留学 在澳洲刻苦奋斗日子 在澳洲年轻奔放的岁月 让澳洲留学心情点拨 记录你在澳洲留学的真实点力 现在的收听是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我是Ease 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Kenny 他以前在澳洲这边 念完了他的大学之后 也在这边恭喜他拿到PR 现在变成公司的老板 回顾他以前在求学生涯当中 嘴巴里面头头是道 娓娓道来 全部都是他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 刚刚前面讲到 很多朋友的胆心 其实都有透过写email方式 或是有透过一些间接方式 希望给我们一些讯息 或是帮忙解答一些问题 就发现绝大部分很多人都说 怎么办我的英语好像没有把握 于是刚刚我们Kenny提供给大家 你在这边其实 在怎么样科学上可以做安排 当然私底下在你的私生活 在你的朋友圈里面 你可以怎么样做运用 怎么样去广结更多的朋友 去不完全统计 其实到澳洲来之后 女生比男生的英语进步会得多 真的 为什么 因为女生敢讲 不是 因为女生找本地男朋友的概率 比男生找本地女朋友的概率大 对 你又没有发现来这边之后 跟我们在书本上念的英文 跟实际的英文是不太一样 如果是书本上的英文 我觉得没有差太多 但是口语上会差很多 比如说 我就这么跟你讲 我在澳洲 很少会有人听到自己 澳洲人称自己叫 I'm Australian 没有人会这么讲 很多人都讲 I'm Ozzy Ozzy 这就是他们一个简称 对 所以 那Ozzy是Ozzy 那 当我在塔斯玛尼的时候 他们 连Ozzy都不讲 他们只是讲 I'm a Tessie Tessie 对 就像类似像 对 就像类似像这样子 因为 其实澳洲人很懒 他们能不发音 多发音的 就尽量不多发音 我发现也是这样 就像谢谢 我们在书本上念的是 Thank you 对 跟赖子编不是 对 Cheers Cheers 那Cheers其实已经算是 已经被简化了 那现在最简化的表达方式 叫Tah Tah 对 就跟 那个东西叫Tah 对啊 对就好了 就每个地方的流行 对 但是 但是这个流行呢 是跟 应该这么讲 就跟 就是他的教育程度有关 这是不是跟工作也有关系 一定会 你当时那念书的时候 你有打工吗 其实第一年我没有 我完全没有 因为我 我怕读不好书 那经过了第一年之后 我第二年才开始慢慢找工作 那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是 做厨房的帮佣 在一个印度餐馆 然后 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概念 应该做什么 然后就一个朋友介绍我进去做 他就说 你在厨房后面切切菜就行了 后来 就一间 我切了七个小时的洋葱 七个小时的洋葱 然后切到我流泪 一直哭 一直哭 然后他还有给我游泳眼镜戴上 可是还完全不管用 然后那一天我拿了多少钱 我拿了 让我想想 当时七块钱一个小时 就拿了五十块钱 五十块澳币 对 然后 那是你人生的第一份薪水 也不算是上澳洲的第一份薪水 那然后后来他是差不多晚上大概八点多收工的 后来我一个人在孤零街上好想哭你知道吗 这完全不是工作你知道吗 那一阵子你工作真的有帮助你英文有在进步吗 有啊 有啊 因为就是这份工作结束之后 我第二天就把老板吵了 我就找了一份其他的工作 那一份工作其实真真实实在英文上是有给我大的帮助 所以其实找工作类型也很重要 会因为你因为很多中国人觉得自己英语不好都会做那种中国餐馆 我觉得完全没有帮助的原因 你一定要进鬼老的一个就是澳洲人的一个一个大家庭去工作 这样才对你有英语真真切学的帮助 就是要把自己尽量融入在那个环境 这个社会的环境 对 好 为什么今天问到这一题呢 因为其实这一题呢是为了我们后来铺陈 好 我们接下来下一集呢 我会继续请到Kindy来到节目当中 因为呢 就希望呢 藉由他嘴巴里面讲说 这样的工作资历 也奠定他未来在澳洲 他有一个很不错的公司 当然呢 他呢 也完成他的学业之后 在这边有开了公司 当然也娶到一个美娇娘 展开他澳洲的另外一个人生 当然这段人生的故事呢 我们在下一集当中 我们会请Kindy来讲到 是他创业片的部分 心酸累 感谢Kindy 好 谢谢 谢谢 以上节目是由澳准移民 注册移民代理 提供所有专业移民申请与签证信息 并由澳洲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处 AMEC公益赞助 如果您需要了解更多的留学信息和移民申请事宜 您可以来信到澳洲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处 AMEC官网wwwamecnews.com 与我们进一步联络